Hello 同学们好 那么今天我们来记忆《道德经》的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二章三章的内容 一定要把前面的内容快速的复习一遍 然后知道自己的定位桩已经到哪里了 不够的赶紧的去准备自己的地点桩 好 我记得我昨天第九章的内容 我的酒是哨子 我挂在了椅子上面 对吧 然后下一个地点桩是一个五角星的雕塑 然后它的线索是直踹金富翁 之而银之不弃义 对吧 最后一个呢 查了瑞之可以藏宝 好 那么呢 今天我们来记第十 第十一 第十二 那么很多流程呢 我会省略掉 比如说熟读 我就不带大家去读了 我会简单的从头到尾读一遍 然后呢 大家熟读完了以后理解 然后再去出关键词 出读记忆 再次强调一下这个流程 好 我先读一遍 第十章 在银破暴衣 能无离乎 专气至柔 能无阴而乎 敌取玄鉴 能无慈乎 爱民之国 能无为乎 天门开合 能为慈乎 明白四达 能无知乎 生之旭之 生而不有 为而不是 产而不宣 产而不宣 世卫玄德 好 十一章 三师福 故以古当其无有车之用 三指以为气 当其无有气之用 着护有以为是 当其无有势之用 故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 好 第十二章的内容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此臣甜脸 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后 令人刑访 世以圣人为父 不为目 故屈屈其此 好了 大家先一定要熟读 然后呢 再去看译文 接下来呢 我带大家去用我们 用我自己的定位桩呢 带大家定一遍 大家跟着我去同步啊 那么第十章 那么十的编码是棒球 那么接下来我要放的地铁桩呢 是一个外面的一个阶梯吧 然后呢 我会拿着棒球把这个阶梯打了很多的窟窿 紧跟着我会用接下来的第30个地铁桩 如果我没错的情况下 这第十章接下来的地铁桩 就是我第一大组里面的最后一个地铁桩 是一个楼梯 我用它记的是123456前6句啊 如果大家在前期记的时候 如果你不用前6句放一个地铁桩 你可以是什么 比如说三句放一个地铁桩 这样也可以啊 甚至说一句放一个地铁桩又可以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第一句里面 窄银破包无一能无离乎银礼 对吧 好 那么出图呢 我就会这样想啊 在这个楼梯上面有一个银杖 这个银杖里面呢 地上全部都是砖 这个砖上面呢 有一个婴儿 我会把它联想在一起 只用这一个地铁桩定位的 银杖里面地上是砖 砖上面的婴儿 砖上婴儿手里拿着什么 磁铁叫地磁啊 手里拿着一个地磁 然后这个词品呢 就把一个叫艾威尔 是一个歌手 吸引了过来 好 这个艾威尔呢 艾威尔手里还牵着一个人 牵着谁呢 牵着天赐啊 我们都比较熟悉的一个人 名字叫天赐 然后这个天赐呢 正在烧名指 天赐呢 正在烧名指 我们看到 123456 这六句呢 我把它用一个地铁桩定位的 好 我们可以快速的回忆一遍啊 在银里面 有地砖上面 有一个婴儿 这个砖上面 因而手里拿着地磁磁铁 然后吸引了一个艾威尔过来 艾威尔呢 手里牵着天赐 天赐呢 正在烧名指 好 这是用这个地点来记住的 这六句的内容 好 大家可以试着根据线索去回忆一遍 好 那么下一个地点装呢 啊 我记得呢 就是深之续之 深而不有 为而不是 长而不宰 世为玄德 啊 这里面出图给大家呢 给的图片呢 可能有点多啊 那么因人而异 我用的呢 只是深之续之就记下来了 如果大家前期 因为前期大家读的不熟啊 理解不深 可能一个线索想不起来 那你可以用两个 比如说深尾长 对吧 深尾园长 深处 深树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深处 对吧 然后呢 撞到了深尾园长 这个深尾园长 刚好坐在这个下一个地点装上面 啊 下一个地点装上面 好 那么我们可以啊 试着看能不能把它回忆起来 好 第十章棒球 是不是把你的地点装打了很多的窟窿 然后下一个地点装 是不是有一个银杖里 银杖里面有一个婴儿 这个婴儿手里拿着一个什么 地词是磁铁 磁铁呢 然后把艾威儿给吸引了过来 然后艾威儿手里还牵着一个人 牵着叫天赐的这个人 天赐呢 然后正在烧名指 对吧 然后下一个地点装是什么 下一个地点装就是一个深处啊 一个处审撞到了省委员长 深之续之 深而不有缘而不是 长而不长 是为玄德 好 那么这是第十章的内容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内容 好 十一我们急着放地点装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用到的地点装是下一组里面的 或者更能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意见 比方说刚才最后一段里面的申诉 然后涨了果院长 我因为我用到的刚好是 第一大组里面的最后一个地点装 但是最后一段的时候 如果要用到第二大组里面的第一个地点装 我觉得这样就是有点不好 我可能直接再加一个地点啊 这个地点可能不是我平时训练用的啊 比如说我这个楼梯我会加一个扶手 但是平时训练的这个扶手是多余的 因为我们一大组是30个 我只是为了记道德经啊 我想第十一章的开头呢 用第二大组的开头 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 好 我可能就用了扶手啊 这个省委员长坐在这个楼梯的扶手上面 只是在道德经济翼的时候 我加了一个扶手 也就是说我第一大组里面会多出一个扶手出来 好 这样一来的话 我的第十一章的内容就可以把十一放到了什么 我的第二大组里面的开头 第一个地点装 好 一一是楼梯 我的这个地点装是什么呢 是一个雕塑 一个人的雕塑 然后呢 我会把这个楼梯搭在这个人的身上面 然后爬上去 好 那么 接下来第二个地点装的是毛主席的雕塑啊 毛主席的雕塑 我可以用它来做什么处理呢 我们来记得是第一二三 我记得是一二三段放在一起啊 一二三段放在一起 而且用的是一个线索 三师傅共一股 当气屋有车之用 三指以为气 当气屋有气之用 招呼游以为是当气屋有势之用 好 那么我们可以想到啊 毛主席开着三轮车 手里拿着扇子 对吧 三轮车三师傅共一股 当气屋有车之用 还手里拿着一个扇子啊 我只用了扇子 这个气呢 我没用 如果大家觉得你想用也可以用 好 毛主席开着三轮车 手里拿着一把扇子 然后呢 在干嘛呢 在凿 狐游 然后把这个停下来以后呢 在凿狐游 你可以想象啊 毛主席拿着一把扇子 然后拿着扇子呢 去开凿 对吧 去挖着一个狐游吃的 虽然无厘头啊 但是完全可以想象出来 好 然后呢 从狐游里面流出来很多的游污啊 第四句啊 故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 游污 好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试着看看 能不能够想起来 你看 第十一章 一一楼梯 我就会想到这个地点桩 是我们第二大组的第一个 下一个地点桩 是毛主席 那么毛主席是开着三轮车 三十五公一骨 当期无有车之用 三直 对吧 拿着扇子 三直以为弃 当期无有弃之用 然后呢 凿狐游啊 凿狐游以为弃 当期无有势之用 故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 游污啊 游武 故有之以为利 无之以为用 好 这是第十一章的内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记忆第十二章 那么第十二章 我们的地点桩是什么呢 是一个角落 那么我可以用什么呢 一二 椅儿 把这个椅儿呢 放在这个角落里 我坐在上面 这是我用十二 这个角落来定位 这十二章的章节 好 下一个地点桩是一个阶梯 是一个阶梯 上下阶梯 我用它来定位 这里面的第一段 那么第一段是什么内容呢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傲龙 五味令人口爽 辞成甜脸 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后令人心发 我记的是色 音 味 辞成 难得 确实有点 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多啊 根据自己的情况 我可能记一个五色 音 味就可以了 色影的味道 对吧 色影的味道 那你就会想象在这个 阶梯上面 有一个摄影家坐在那里 非常的有味道 有一个摄影家坐在那里 非常的有味道 想象这个画面 摄影的味道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龙 五味令人口爽 石层甜脸令人心发黄 如果后面你想不起来 然后你可以再加上 比方这个摄影的男人 后来呢 石层跑了 而且是一个男的啊 好 下一个地点装是一个人字牌的这个广告牌 人字架啊 然后我记得是最后一最后一句 是以圣人为父不为目 故去比取此为父 出的是这个图片 哦 这个广告牌上是我的父亲 所以说是为父 啊 我会这样去记忆 好 大家试着根据我去回忆一遍 那么根据你自己用你的地点装定位的线索去回忆一遍 好 你第十二 椅儿 哦 我把椅儿放在那个角落里 所以说十二章 我就找到了它的开头 接下来呢 我们就和你们证文的内容 我就会找到下一个地点装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在背的时候 肯定是根据地点装来去 根据地点装上面的线索 来回忆证文的内容 一定要记住啊 下一个地点装是一个阶梯 这个阶梯上做的一个什么呢 做的一个摄影的人 这个摄影的人 而且还很有味道啊 所以说他的内容我就想起来 哦 摄影位 五色令人目瞒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词诚甜烈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祸令人刑法 这是这个地点装给我的内容线索 下一个地点装是人字牌的广告 上面是我的父亲在上面 对吧 是以圣人为父 不为目 故去匹其词 加上理解 其实记忆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好了 这就是今天我要讲的 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二章的内容 大家呢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流程去记忆 好 那么把前面内容再多多复习 那么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来记忆后面的内容 好 拜拜 拜拜